我爸爸管了他一辈子 就住我们家房子一辈子没交过钱 那我伯父肯定对我关爱有加 不然感情不会这么深 所有北京 所有财产 他们家住我们家几十年房子 我们家四门没有 一次意外降临 家中急需用钱时 他们突然发现房产早已溢出 等不到乘钱呢 咱需要钱呢 把他出并了 优先救人要紧 这一进门呢 我这个堂里你说 房子 房子我买了 君子还在去折腾 我什么话东西 他从法律上讲的就是 不管你说什么原因 对吧 你孩子有病 危难之时出手相救 这场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良心买卖 到底谁在说谎 我不知道为什么 零死咱正经个福度事 我不知道 不可能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做一看 我白给你 放了五名孩子 所以我就什么字条都没有 什么大事 手续都没有 他就给了我 如果真的您说的都是真相的话 这其实是一笔良心债是吗 对 是的 两年间 他们多次来京 只为寻求一个真实的答案 我们一共来了五次北京 这都是第六次 你就是侵占我们家遗产 我也摘不掉 我这个被侵占 我侵占人家遗产的这个猫 光面堂皇的 侵占我家财产 而呢 而且呢 拿一个遮羞布 让我这个姐姐当个遮羞布 我倒是侵占遗产 那就是买给他们的 给他们的 该是我的不错 我这回最伤心的是什么 我拿我的人格 拿我的全部做担保 觉得我弟弟没有问题 我妹妹曾经跟我说 哥 如果说咱们家 跟他们家要掉一根 你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包括咬碎了牙王肚子里面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我们说的事呢 就是我爸爸在北京呢 当时留了两处房子 一处在原来的玄武区 一个小四合院 还有一处呢 在原来的充文区 有一个43.2平米的三间平房 五六年 就是五年底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和我妹妹 就随着我们全家 就迁到临分去了 因为我们走了 所以就把这个呢 就托付给我叔叔管理了 也就是王一良的爸爸 早年间 王家老父亲支援山西建设 举家从北京去到了山西 而北京留下的两处房产 就交给了长期在北京居住的 三叔代为大礼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让他帮着租房子 然后他们自己住一个 租一个 当然了 这是我大爷的房子啊 借到什么 借到03年 从1955年到2003年 2015年 我这个二弟弟 就是今天没到场的这个 他呢 这小孙女突然 就是白雪地 当时来得很急 一向就交好多 好多钱 当他看了 他就说 他说 我老借钱 一不合 他就说 他说 他说大姐 你看 能不能往去北京看看 找一找我梁子哥 看看咱爸爸留下那点房子 有没有回钱的可能 或者有没有出售的可能 我堂弟 王一良就跟他们说 这房子 这房子和你们还有关系 这房子我买了 这个事情的矛盾 就从这儿开始了 当时就把您的房子卖了 就是卖给了我们的房子 以前我们都希望盼盼着 说 王一良你给管着 我们的所有的家长 都搁在你这儿了 你给我们管着 我们也放心啊 爸爸信任你 我们也信任你 但是呢 他这一说 他买了 这样一下子 大家也说 谁卖给你了呀 芬姐知道 所以就把这个责任 贴到我身上了 所以弟弟们就说 大姐 你说你把这房子卖了 你不给我们说一声 我说 我什么时候卖了呀 我说 怎么回事啊 2015年9月 原本一家人的温馨和睦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 王家老二 王玉林的孙女 患上了白血病 急需用钱 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了老父亲留下的两处房屋上 为此 他们特意回到北京 专程找到王玉良 想要打听一下房屋的市场情况 而王家五姐弟之所以只来了四个人 就是因为小孙女的病情加重 老二在老家照顾 无法分身 但虽然造成那家里造成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就是不妨踢穿着我去还不行 咱去看看北京房子 当时有确实有个想法是实在不行 等不到陈迁了 咱需要钱了 把它出兵了 当头一棒 给了他们晴天霹雳一般 说怎么回事 那分姐知道 当时弄了一头雾水 像一跳是吧 一头雾水 你看这怎么回事 我二哥的家里就爆了 这个就是矛盾的发点 从那开始 我弟弟和我妹妹就愣了 说谁卖给你的 怎么卖给你的 他倒是怎么跟您说的 非姐一道 非姐就不是我 我叫王玉芳 说您知道这事 您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希望瞬间破灭 矛盾即刻点燃 究竟是谁把房子 卖给了表弟王玉良 这成为了王家 每个子女心中最大的疑问 太轻信了 你觉得一家人 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呢 这确实是家门不信 丢人现眼的事 光面堂皇的 侵占我家财产 君子爱财取这道 而且拿一个遮羞布 让我这个姐姐当个遮羞布 你替我说了半句 薰子爱财取之有道 还有一句话叫做 受了这颗忠语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您旁边这位是 这是我妹妹 她在到时候 因为我有时候身体也不太好 完了到时候 我一个人来呢 我也比较紧张 所以说她陪着我呢 我心里还有点底 这确实是家门不信 丢人现眼的事 我被逼无奈 所以我才求助这 因为有些事呢 为什么说她被逼无奈呢 因为我是面对我的亲人 是我感情投入最深的 我们是一家 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 我爸爸对他们 事如提出 我伯父当时 他出来到北京 完了就把弟弟带出来 完了就把我母亲带出来 这是他们的兄弟情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母亲 但是我的伯父跟我 我是在北京出生 在北京长大的 现在我想应该是 我既然在北京出生 我跟我伯父 也就是这么 在一起住四年的时间 那我伯父肯定是对我 关爱有加 不然感情不会这么深 小一先生 你们两家观止 挺好的吧 想很好 想很好 我伯父当时在五六年 到了山西以后 可能是第二年 五七年 就把我这个大妈 跟我这个姐姐 还有这个妹妹 就带到山西去了 我父亲 对我三叔可以这样说 没有父亲 就没有才家 所有北京 所有财产 他们家住我们家 几十年房子 我们家四年没有 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我爸爸管了他一辈子 就住我们家房子 一辈子没交过钱 我爸爸到山西走的时候 我爸爸仅有的两万块钱 也就给他一万 给他留了一万 爸爸带走一万 这就是我们在山西 亲戚啊 二级这个感情就是 可以说超出一般的关系 我父亲跟我说说 亲如一家 互相帮助 是两家孩子 对两家大人关系的形容 也许正是因为曾经 如此亲密的关系 才致使一家人 无法面对如今的局面 在他们看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 委屈啊 你这人什么时候是委屈啊 就是他什么事他都做到了 他什么事他都想到了 但是还在被人误解 被人在诬陷 这时候是最委屈的事 说的这个人呢 说鞭打派人 你不用鞭打他 他都做得很快 你再鞭打他 他就觉得委屈 所以说就是这个亲情 所以说都觉得 哎呀都是一个 自己亲兄弟一样 所以说就没有把这个事情 太怎么办了 实际上就我考虑 顾虑多一点 当时那家姐姐都压着 哎呀不要这样 都是亲兄弟 哪能这样干呢 快快快 都是这么样的人 也就是最后一次 也就是9月10号 可以看得出来 王家所有的子女 都将矛头指指堂弟王玉良 而面对来自手足的争执 王玉良表示 如今的自己百般委屈 从我急事呢 我哥哥走了以后 我哥哥留下的这两份房产 一个就像刚才他们提到的 这两份房产 就留给我父亲 到710年我复原回来 这个东西就由我来接受了 以前是房产委员会 房产委员会馆 这个房子 四个房子 归个国家以后 从住的人到维修 都是人家 房产委员会 真的没关系 因为房子也坏了 他也不会修 当然后来就都是 我从小也就跟着他 一块上房去去修理 所以我到 那时候我就19岁20岁 服员回来以后 就等于整个我接房 1970年 王玉良 服员回到了北京 彻底从父亲手中 接过了重任 接管打理这两处房屋 我要把所有的收入都一笔一笔的给人家送回去 给人寄去 就自己要大一点也要给寄去 这就是做人 这就是诚信 知道吧 老人都能做到 我怎么能做不到 我也得这么做 前期采访时 王玉良告诉记者 对于伯父留在北京的房产 自己的付出照管 可谓是尽心尽力 做到了问心无愧 我跟你说这个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 为这个房子 先过一砖 掏过一分钱 出过一点力 一个是王家人不在这 不好管理 因为要出租 要修理 我们家就是谁请假 你得请你两个月下 在这儿 谁也通不开时间 再一个呢 我这个唐蒂诺 他单位不怎么太景气 我爸就说你去管 完了你出租 房租呢 你除了维修 你自己处理 你看看怎么合适 可以这么说吧 从到他们57年 走了以后 一直到现在 在这个房产上的 在这个房子维修上的 他们没有 偏一分钱 没有搬一砖一瓦 也没有人关心过 问过这个房子 他们是故意的吗 他们不是故意的 对 所以那就不说这样的事情 好吗 但是我要说这个 为什么 就是说你们一直就 你知道如果他要是 按照您说的 他能自己管 就不会有现在这楼子了 对吗 那对 也有道理 但是你们既然说的 没有管 但现在原来不关心这个 不是不关心 是他不能 我们不恶意的揣夺 行可以 他为什么委托你 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做 但是这是事实 我要说一下 这是事实 是他没弄 而不是他不想弄 咱们可以忘好了比起 您的错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好好好 让他带照顾 我们都在 民生都忙得出不来 维修也好 粗力也好 叫让他给照顾 那咱们接着怎么说呢 到这个 咱就说吧 到01年的6月份 到8月份 我伯父呢 就突然决定 把这个房子给我 就说他把这个 两株房子 就说归 梁子你就 你就 你就 就写在我的名下了 当时是 出于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 他们是在山西决定的 我没有去过 我就是 我复原回的时候去过 但是我没有到山西去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奏一套 有百分年 放了五个孩子 就是01年 我伯父去世的 头七个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偷 林四川 这么一个糊涂事 我不知道 我说的糊涂事 其实我伯父 一点都不糊涂 他就把这个决定 就写在我的名下 两株房子就给我了 连这些公众 在什么的 就都给了 我就 就给记得来了 完了以后 还到是 在北京办手续的 这些个 委托书啊 什么的 也都写好了 后来我呢 就 在北京 就把这个手续 就办了 就 改成名字 就是 就是我了 王玉良告诉记者 2001年 伯父王振东 突然决定 把北京的两处房产 赠予自己 而对于伯父的目的 和心态 王玉良表示 他不十分清楚 那是爸爸的东西 爸爸说 让六个人分 那你就六个人分 都是金钱 你是他们的姐姐 也是我姐姐 你不能替我担代吗 你这么折腾 我这么欺负人 我这么讲理 这么给你们的口血 不行的 太注重了 这个修理这件事 就跟我来电话 就是把那名字 写上 那房子写上你的名字 改成你的 完了 当然你就 你就弄就行了 所以我说 凭什么 当时 我什么话 他都没有说 所以我就不是 协议 也不是什么的 就是他给我 所以我两个亲子都没有 这么多年 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 不理解 我去觉得人 就是我们家 太善良了 哎呀 这老头啊 林子佛说在 我一强强 我心里也变 你知道吗 现在我一翻里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都在 我一翻里东西 我一看 他是01年的12月底去世 这个是01年的6月到8月 还有7月份就开始丢办的 这个 你知道吗 就连公众再什么都有了 觉得就是 觉得亲情 太轻信了 就觉得一家人 亲堂弟 我爸爸的亲侄子 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呢 但给了我以后 我跟你说 这些个东西啊 我连正经的 我连读都没做 看都没看 因为这个房子 一直就是我们管理的 就是东西 你给不给我 无非就是一个责任 他感到很是心酸 根据时间推断 伯父是2001年年底过世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房产 王玉良表示 自己并未多享 也并未深究 只是默默地接受了 而面对来自其他人的质疑 他表示 在他看来 两大家人 原本就是亲如一家 接纳了这样的赠语 无非是肩上 多了一份责任 对我最厉害的 就说我什么呀 告诉你 王玉良 我是我们家老大 我是长子 什么事我说了算 你就是侵占我们家遗产 你拿了一百多万 搅到我们家 根本就没法生活 你拿了多少年 挣了多少年的房租 不想晚出出了 找了这么一个词 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光面堂皇的 侵占我家财产 完了 而且呢 拿一个遮羞布 让我这个姐姐 当个遮羞布 替你掩盖掩盖 我给他们多少钱 我也拆不掉 我这被侵占 我侵占人家遗产的 这个帽子 是不是侵占人家遗产 那就是 该给他们的 给他们 该是我的 就是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哥哥姐姐们的怒气 越发激烈 还给王玉良 扣了个侵占 遗产罪名的帽子 因此他表示 既然如此 那么他就要 亲兄弟明算账 该是他的 一分也不能少 我妹妹曾经跟我说 哥 如果说咱们家 跟他们家要掉一根 你会怎么来 处理这个问题 我说我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会咬碎了牙王肚子里的咽 知道吗 我要祝贺人家 想当初你看我这困难 说你帮着我 现在你进入等了十几年 现在要拆迁了 你可能能得一笔钱 可能能够什么 那个时候呢 2000年的时候 就是崇文区的这个房子呢 交回来了 也腾空了 腾空了呢 就是说要租房 要有点维修 但是王全家呢 全在山西 就说没人 没人更好的管理 说谁去出租呀 怎么收房做这个事 所以就我爸爸呢 就以赠予的名义 搁到了我堂帝 王丽良的名义下 我们几个人也都签了字 做了公证 说这个房子给您了是吧 听着吗 对 但是呢 我爸爸当时说 赠予你 就是为了让你好管理 并不是送给你 将来呢 说的这房产 有你一份 就是我们五个和他 就是一人六分之一 留一份 这个情况呢 我们全家都知道 我弟弟也知道 就说让他管 让他去修 他去出租 房租呢 由他处理 这是2001年的事 2001年的8月7号 我们办这个手续 这个事呢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 年龄也大了 主要是我们 我去办的 爸爸说的 一定记着 给王良一份 你觉得是赠予了 还是让我们帮忙管理 是这么说的吗 有北京部份 我不知道 所以一定得你去这么做 那他们先那个 放弃进城的时候 有提出什么条件吗 对你 我不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 他们在那边办的 我没有上山西去 都不在现场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 大姐王玉芬 告诉在场嘉宾 赠予房产 确有其事 但是此赠予 非彼赠予 在他所理解的赠予 与堂弟 王玉良所说的赠予 是大相径庭的 你拿了多少年 挣了多少年的房租 不想晚出出了 要我归纳一句话 就是这样 都是亲情热的 而且呢 拿一个遮羞布 让我这个姐姐 当个遮羞布 替你掩盖掩盖 咱们给我来个电话 就说那个 那房子 坐在你零下了 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光面堂皇的 侵占我家财产 在我父亲 主要对我商量 您丁萨要是去以后 维修也困难 因为在北京 王玉良良会 有两个 一个你要去呢 还得找街道 还得找人 就让他帮忙了 找机会 还得找个派所 因为找人维修 当然挺备用的 所以这样吧 叫梁梁 就是我这个哥们 这样去梁梁 叫他给带维修 他带管理 第一个他下岗之后 第二个他有那首领第三个呢 他有 他是白金当别人 所以父亲是个好意 就是把这个手续 做完 就是顾顾给他 不是您的名下 就是当时您说 以赠与的手续到他名下 但是您刚才就跟我说 只是让他收出房租啊 以赠与的名下 各他名下呢 那个房租什么 嗯 那提到过以房管所 嗯 原来是房管所的出租 他收房费 后来房管所呢 把这腾轰了 腾轰了就说你来管理 你要管理你得出租吧 有些地方啊 嗯 比如说我弟弟他们 零一年零三年都来了 人家就方就说 你看这个电坏了 你看水啊怎么样 就有时候有点维修的小户了 嗯 我们家人不在这儿 所以不方便 所以就以赠与的方式 搁在他名下来 就让他管理 房家姐弟告诉记者 父亲之所以办理了赠与的手续 是因为在此期间 房屋几经房改 由于是大伯一家帮忙打理 并非是房主本人 所以在打理房屋的过程中 有许多不方便之处 为了能让王玉良一家顺理成章的打理房产 各项事宜 老父亲这才决定 将房屋以赠与的形式 放到堂弟王玉良的名下 让其代为管理 当时父亲也表明 若是将来拆迁 堂弟与兄妹五人 共同平分拆迁利益 来作为回报 并就明确地说 此事让你管理 不是送给你 这个我堂弟也承认 就是说到时候给他一份继承权 也就是说我们家姊妹五个 加上他 加上他六个人 六个人六分之一 但是我爸爸说 给他一份继承权 那个不论什么时候 是买还是 是卖还是拆 当时父亲还在世呢 当时在世啊 就是明确地说 这个他也知道 有他六分之一的 就说拿你当 只是当儿子 这是01年的时候 01年的8月份 我们以赠的方式 隔谈一下 您三叔现在还在世吗 都不在了 我爸爸妈妈不在了 我叔叔婶不在了 如果说有一个老人在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问您一下 2001年6月1号 说是三间平房赠予的证明 和您签署的 您几位签署的 那个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 是在一起签的吗 是的 2001年6月1号 你们写这个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时候 是付条件的放弃吗 是怎么让你们去签的 这个放弃继承 我爸爸说 咱们家也没人去管 这个交给梁子去管 再一个呢 咱们家人都没有北京户口 把这房子搁到他那儿 将来还签的时候 有北京户口的房主 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所以就给他比较合适 说让我们放弃呢 只是为了配合 把这个赠书完成任务 那那两个妹妹 有没有对你们提出什么意见 但是就是当时的放弃继承 现在有意见到 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些事 我们两家关系特表 跟一家都知道 他们家什么事 我们家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发生的这一切 虽然我不在现场 但是他们都跟我说 怎么回事 可能会是 在这份赠与公正的相关材料中 调解嘉宾注意到了一份 有关其他子女 放弃继承房屋的声明 对于这份声明 其他子女表示 但显然 放弃继承的这份声明 从法律意义上来看 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当时这个赠与发生的时候 您三婶和三叔在吗 他们在世吗 我三婶在 我三叔不在了 我三婶呢 后来得了老年痴呆 所以那时候 也不是太清楚了 三婶和三叔 他们家就只有一个孩子吗 不 他有一个儿子 三个女儿 那不是将来有两个妹妹来了 他跟两个妹妹认吗 这个好像 了解情况吗 我们没有跟他们交流过 这个呢 因为就是我们五个人 和王与良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妹妹们 也没有交流过 也没有共同过 我们觉得这事 和他们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房子 是我爸爸 赠王与良 二不是正于给他们兄姐妹 赐责的 但是你应该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所以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 你说过这话 是不是让你管的 我说的这话 不是说的这间房子 我是以前说过 这是我姐姐 把我遭得太苦了 真的 你怎么能这么遭到我 真是的 我小妹妹 她跟我说过 因为我经常来北京 说不住我妹妹家 就住我弟弟家 她说你看 我哥哥也挺困的 要不是我二百倍 赠予他这些房产 他确实挺不好过的 我当时的理解就是 赠予给你是我们六个人的事 而不是你个人的事 现在呢 他们不是说不承认 这个房子 说是我们赠予了 就是他的 他现在给我说的事 我买 这是我跟我伯父 忠小仁义的一世情 就让他们这么给砍断了 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们 你们四位在这 你爸爸当年写的这个东西 它是有后果的 有他不认的部分 也有你们不认的部分 但是这些东西 你们都可以不认 可是有其他的人认 好吗 你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 不能说因为就是他们的 写上我的名字 要从法章就是我的 对吧 写上我的名字就是我的 我这回最伤心的什么 就是我拿我的人格 拿我的全部做担保 觉得我弟弟没有问题 你这么折腾 我这么欺负他 我这么讲理 这么跟你们的妥协 你们还这么欺负 你其实太顺 他说你是他们的姐姐 也是我姐姐 你不能替我担代吗 我那时候说 不管怎么着 亲信地明算账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当时有 那个签署的那个协议是说 让他照理房子 将来六分六日分那个协议 那个没有 那个是父亲 因为父亲 那你当时有什么协议呢 就赠到他名下的那个协议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抓住这点 就是我们没有用法律的 那个 这个就没有契约的东西来 这样说一句来 要我归纳一句话 就是这样说 都是亲亲惹的货 父亲呢 太注重这个兄弟之间 一天就教育我们 你看我们的兄弟之间 我怎么对待我的弟弟们 你这个弟弟姐姐们 所以一天教育我们 你们兄弟要团结 兄弟之间要互相帮着 这多少年我们打小养 这习惯 赠予协议有公正 放弃继承有声明 偏偏继承的约定 是口头的嘱托 在王家其他子女看来 正是因为浓厚的亲情 信任的积淀 让他们彻底吃了个哑巴亏 我为什么压力最大了 就是我三个弟弟 是在山西生的 山西长大 他跟他的感情呢 是差一点 我呢 是跟他在一个院里长大的 我们俩从小 我爸爸的房子 把他爸爸 把他妈妈接到北京来 整个吃得住的 全在王家 他长多大 都是我爸爸养活的 我今天跟您说了 我爸爸到北京 到山西走的时候 就剩两万块钱 给他留了一万 就给我三叔留了一万 我们带走一万 就这样是兄弟关系 面对如今的局面 王家兄妹回不当初 他们表示 过于重视亲情的他们 忽略了契约精神 01年呢 这个当中呢 父亲就是给我们 这么一个商量 最后还让我们签字 签字以后 就这么一个方式 给了你两个 其实是带关系 但我跟你讲 我也是这样说的 这个时候我到哪了 我都是这话 这是我一两个这样说的 嗯 嗯 这个写好以后呢 我曾经给我父亲 开个玩笑 我爸妈 这样写合适吗 假如说我哥哥也 您有过这种担心 我对我父亲说 我对我父亲说 还不会 他不敢 我这回最伤心的 是什么 我拿我的人格 拿我的全部做担保 觉得我弟弟没有问题 给我弟弟他们一怀疑 我说没问题 王毅良绝对是正人君子 反而他现在呢 呃 背叛了他的这个 这个呃 这个信仰吧 完了又把这个祸水 推到我身上 他以为 他说 我爸他跟我说 他说你是他们的姐姐 也是我姐姐 你不能替我担待吗 那就是我在包批他 就是卖了 来坑了他们 你觉得我 这后半生还能活吗 嗯 这是我压力最大的 这个地面 这个可能 但是为什么我姐姐挺上心的 嗯 因为我是老小 她是老大 我俩还姐 她有些在这个问题 是观点不一致 嗯 她呢是 把这个亲情看得特别 我是啥的 完全信任了 我那是说的 不管怎么着 亲兄弟 明算账 有什么咱做好 在这种当中呢 必须把话说清楚 把事办好 嗯 所以说呢 我就跟我姐姐这样说过 哎 那时候我姐姐当时提起 听她还把我吵了 干什么呀 这是王一良 是那样的人吗 你们老是这样想 这个这个这个 猜忌人家 是不是对人家 不尊重 说过两次 说过姐姐 所以弄得我 脸皮红 都不好意思了 就当时您提出质疑的时候 因为家里人 对她的信任 还是不 就有些问题 我对大姐姐 是这样 就是他们放弃 继承 声明书的这份东西上 是没有日期的 哦 而且他们放弃的是过道 你知道吗 哦 行 那我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连自己看 我都没自己看 他们给北京市公正处 写的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证明 就是老父亲 怎么去到山西 怎么回到北京 他为什么要把三间房 赠给你的一个原因的说明 这份公正完成了吗 有那个公正的东西吗 您刚才问我 我没有听明白 这个这个 我这儿呢 只有什么呀 就是这个门道的这个 来我问您这个 这东西你有吗 有房展证有 这是房展证 拿来拿来 房展证好 父亲家也好 都有 这个是你父亲 和你们在山西的时候 就起草好的那个东西 是 起草好的东西 就是让他给照看 又会争讽 让他给他说好 他乐意接受 他不接受 我这个北京 我有朋友 知道吗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其实我父亲 就是照顾我 也就是为了照顾他 照顾他 你将来的 住在住间干啥 你弄的 我父亲对他客 他也承认 这个只是他写给公证处的 一个请求公证处 给他做一个公证的 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申请 但是有没有公证处 真的去接他这个活 给他做了这个公证呢 那他们是在山西弄的 这是北京市公证处啊 而且这个东西 跟您细细相关 说这个三间平房赠予我 侦子王玉良 并委托王玉良 办理一切房产公证手续 您手里有的公证书吗 有啊 公证书有啊 您给我们看一下 就是放弃这个的时候 也没有一些条件吗 不加条件 没有 刚刚我父亲亲自给他说的 我一信任他 七十五 我有一个疑问啊 您说 就他们写的这个东西的时间 为什么是 如果他这个放弃继承的 这个声明书是在 2001年6月1号写的 可2001年12月31号 老父亲才去世啊 他为什么要先于 爸爸过世之前 去写一个放弃的东西啊 这个事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到山西去 我只收到的什么 我伯伯就给我来个 他们你给我来个电话 就说那个 那房子过在你名下了啊 就这么一个 说到北京的水运你办吧 我把水运都给你开好了 就给我寄过来了 就完了 伯父说的是吗 是 我跟你说 现在我也寄不清是伯父说的 还是谁给我来电话 我寄不清 但是我就知道这个事 你啥手段呢 你两个手段 你两个手段 我两个姐姐去 实际上是我姐姐 就跟他办的手段 是我父亲去世以后 他我姐姐办的 他说是二伯父 胡说八道 对的 前那个字是我们 他在临身 我们现在 再次骆驼第一现场 调解嘉宾 发现了相关文件中的一些端倪 两份房屋 并非在同一时间 发生的赠予 对于王与良 之前所说的同一时间内 被动接受 两处赠予的说法 有很大出入 到01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 我伯父呢 就突然决定把这个房子给我 就说把这个两株房子 就说归良的 你就写在我的名下了 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 他们是在山西决定的 我没有去过 给了我两株房子 我连个签字都没有 连一个纸条都没有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你爸爸给我的时候 我也没到那去 我也没到山西去 而且呢 他就从那边 他就办了手续了 他还问我第二个年 他说为什么我爸爸死了以后 才办的这手续 我当时我说没有 是一起办的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 说他仔细看过 哪天哪天怎么办的 反正我伯父就说 两株房子就都给你了 反正原来也是你管理的 现在你还接着接着 您一定记得清的 您慢慢考虑一下 我这个事啊 我跟你说 我不能胡说 听我说完 您一定很清楚的 是因为证件办完了 是谁当初委托您 照管这个房子 那我现在只能忍说 就是我伯父 你伯父是吧 你伯父当时跟你说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要求 没有提什么要求 就跟我说到 这个什么 就把这个名字写上你了 回来 当时你在北京 当时起码你在北京住 你知道管这都方便 照顾这方便 对 就是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说 您当时听到的 就是伯父要让我 要麻烦我 帮他照顾管他的房子 然后呢 搁到我的名字 决定 你想一想 谁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把两株房产 放着三个儿子不给 放着两个闺女不给 给一个在北京的侄子 我说我做不到 我想别人也很难做到 但是我伯父做到 所以您怎么解释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 但是这我认为 您刚才说的是给了您一个重担 对 让您管理和维修 对 我这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我伯父 来来来 等我 您刚才说的这很重要 他给了您一个重担 这个让您管理和维修 替谁 替谁 这是我们家的财产 我们两家的财产 对吧 因为这是我们 我伯父也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上辈 但是说我伯父给我了 这都对我的信任 对吧 所以说我 你既然信任我 我就绝不能做 补掌信任的事 那这就是当真正的分析 对吧 就是 都是今天事的货 哎呀 都是 就是你们让我打得亮 心情是在今天面前 这就出现了问题了 一说这个法子 其实我们对这个北京的法子 一说我们 到今天我没事 父亲留下的 什么时候拆什么算了 你像我们的媳妇 搞得像媳妇都知道 你家北京还房门 那是爸爸的东西 爸爸说让六个人分 那你就六个人分 都是金先生 哎呀 他说你是他们的姐姐 也是我姐姐 你不能替我担贷吗 你这么折腾 我这么欺负人 我这么讲理 这么跟你们的妥协 他们一家都去了 山西了以后 嗯 伯父留下了两份房产 托我父亲管理 所以刚才您的姐 嗯 对对对 所以他什么时候 由什么时候开始 伯父留下两份财产 托我父亲管理 变成了我们两家的财产 好 我就是这么认为 因为这是 我伯父留下来的 是吧 这是给我一个动赞 完了 当时这是 你没有回答 既然你听我说 既然是我伯父留下的 我们认为就是一家子 但现在您要说强调 就说的 不是这个 你要把这个字眼掰清楚 那好 我再给你崇拜 这就是我伯父留下来的财产 让我们家来管理 而且所以我就要继续 没有动任何歪心思 我依然的还是这样 换了单位凶 该收房间收房间 该挽回寄钱寄钱 而且寄钱从来都是凑一个仗 不够多少钱 都得往上的凑 没有说往下的凑 在调解嘉宾的一再追问下 一直坚称不清楚伯父赠予原因 只是被迫接受两处房产的 唐帝王雨良 给出了与之前不太一致的答案 这本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 我爸爸管了他一辈子 就不我们家房子一辈子 没交过钱 那我伯父肯定是对我关爱有加 不然感情不会这么深 所有北京的所有财产 他们家住我们家几十年房子 我们家四万秒 一次意外降临 家中急需用钱时 他们突然发现房产早已溢出 等不到乘签了 咱需要钱了 把它出去 优先救人要紧 这一进门呢 我这个藏区就说 房子 他能不能买了 君子还在取得到 我什么话东西 那从法律上讲的就是 不管你说什么原因 对吧 你孩子有病 你过来 危难之时出手相救 这场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良心买卖 到底谁在说谎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到头 零死咱正经一个活动事 我不知道 不可能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最大 我白给你 放了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就什么字条都秒 什么大事 手续都秒 他就改了我 如果真的您说的都是真相的话 这其实是一笔良心债 对 是的 两年间 他们多次来京 只为寻求一个真实的答案 我们一共来了五次北京 这都是第六次 你就是侵占我们家遗产 你拿着一百多万 搅到我们家 这么准备一份生活 我摘不掉我这被侵占 我侵占人家遗产的这个猫 光面堂皇的 侵占我家财产 而且呢 拿一个遮羞布 让我这个姐姐当个遮羞布 我倒是侵占遗产 那就是带给他们的 给他们的 该是我的就是我 我这回最伤心的神 我拿我的人格 拿我的全部做担保 觉得我弟弟没有问题 我妹妹曾经跟我说 哥 如果说咱们家 跟他们家要掉一根 你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过法 公正吧 这个 我不是咱挣的 不是你挣的 也不是我挣的 是我爸爸 从小跟人家学徒 给人家 那个时候 辛辛苦苦的 血汗钱 挣给他 我就觉得 爸爸 那是爸爸的东西 爸爸说 让六个人分 那你就六个人分 就 既然是老人留下的 就按照老人的说法 去知识 一家人啊 对啊 就是 这根本就 有什么 你说有什么可想 再一个 咱说几些的话 给咱们了 咱们就是咱们的了 对吧 所以咱就是那么想的 所以我就 什么紫条都没有 什么党事 手续都没有 他就给了人 您从什么时候 开始不记 从03年以后 03年还记了 到04年就没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刚才我姐姐也说了 我伯父说 为什么要给我呢 就是因为 让那梁子管着 他在那维修方便 说到 到时候那个什么呢 说现在呢 国家已经把这个房子 已经就是退给 退给四人了 说到现在他就租着 让他收了房租 是由他 所以就让他来维修 就把这名字就给我了 哎 但是他这句话是不对的 您知道吧 我伯父在01年 年底去世了 这个 那房子已经没人租了 拆的已经破破烂烂的 我没有能力维修 我从来维修也好 什么也好 我没有跟他们张过一回嘴 没跟他们说过一次 也要我一分请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从04年不租钱的原因 是从04年开始 没人租房了 没人租房了 房子拆的破破烂烂了 我06年买车来 我去看看 到13年我来 纯粹服 还是他租房了 一直到现在吗 一直不是 一直到13年 您是说从13年开始 您又开始租钱了 13年我没租钱 13年以后 13年我在07年 我就把那房子买了 咱们现在就提到这了 曾经先如一家 如今却反目成仇 你提起我伯父 你提起这一辈子的感情 我跟你说 常说看重亲情的他 又为何决绝至此 我要按照他的这个标准 我就要取之要当 我什么法都明 那书法律上讲 那就是我 你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没服务就赔偿 是什么原因 那我就不要讲 你得给我补偿 你这么折腾 我这么欺负人 我这么讲理 这么跟你们的妥协 你们还这么欺负人 你欺人太甚 没有书面约定的良心买卖 是谁在背信弃义 我说谁卖给你 你得跟我说亲戚 是不是 虽然法律意识不是特别强 但懂得一点 就是父亲没有给我们房子 应该说我们卖这个房子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一份 我们应该签字 我们都不知道 我给你寄了钱 你知道吗 是老婆说我也是应该的 放着你们这个三个儿子 两个婚姻不孝着 你们家的亲妈让我不孝着 我说你说的都可能 所以您觉得您家这房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父亲是伤人 我父亲就交给我们 心结不通伤 通伤不成亲 你替我说了半句 心子爱财取之也好 我喜欢这句话 还有一句话叫做 受人之波忠人之事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调解是之 良心赠予 良心的发现后 瞬间变得关系紧张 三岁的孩子 你突然一检查出来 这个家就整个就乱了 当时来得很急 一下子要交好多好多钱 其实还不行 咱去看看北京的房子 当时确实有个想法 实在不行 等不到陈钱 咱需要钱 把它处理 优先救人要紧 我常议 王一良就跟他们说了 这房子和你们还有关系 这块我给我买了 我伯父呢 就突然决定把这个房子给了 就写在我的名下了 出于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 我爸爸管了他一辈子 就住我们家房子 一辈子没交过钱 赠予究竟处于何种目的 他们口中的赠予 究竟是否就是他口中的赠予 不可能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赠予他 能白给你 放着我们的孩子 他为什么放着 那个三个儿子 两个婚姻不改 为什么等于给我 让我签字了吗 让我打收钱了吗 没有 这叫什么呀 这叫戏 您家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那样的前因 他不会演变成 现在的这种后果 因为确实没有道理 这么一大堆的孩子 他就把那个房子 横不愣地给了你 没有道理 君子爱财取出要到 我什么话都没有 这从法律上讲 那就是我的 不管你说什么原因 对吧 你孩子也不要你说 我们现在觉得是 他见钱眼开了 他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在他们里面 他不想认了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十多块钱我交了 买了 这五年 每年寄两万 寄了十万块钱 他就说 这就是买房钱 他绝没有料到 你今天会这样 明白我的意思吗 要不说不通 曾经受恩于人 如今 他却为何提出 如此要求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在您认为 从这个07年到13年 您买这个房子的过程 之前那个房子 其实是归他们的 对啊 到现在我也没说 可是 我现在就要说 你知道 改变 对 我就改变 我一分钱都不给他 我给他们多少钱 我也摘不掉 我这个被寝宅 我寝宅人家遗产了 这个帽子 一次没有书面约定的 良心买卖 那就等于是挖分球目 你要杀头的罪 我干你啊 我现在给你多少 我都要寝宅遗产 我这个帽子摘不掉 所以我为什么 我要上这来 那就是要讲理讲情 来讲法 光面堂皇的 寝宅我家财产 而且呢 拿一个遮羞布 让我这个姐姐当个遮羞 我倒是寝宅遗产 也就是带给他们的 给他们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 我这回最伤心的情绪 我拿我的人格 拿我的全部做担保 觉得我弟弟没有问题 我给你寄的钱 你知道吗 他说我以为是 你孝顺我爸的 我说我孝顺你 好 这个房子 当年爸爸没有 送一张女名下 你招送的圈 你给我妈妈寄点钱 这房子我们会 转给你名下 放着你们这个三个 儿子两个闺女不孝顺 你们家这个亲妈 让我孝顺 我说你说的不口 您要拼良心 您要讲良心的话 咱这事就好办 他一个君子奶奶取照到 那我就要按着 取一点道了 你替我说了半句 心子爱财取之友 您说一下这个买 买了的过程 是吧 现在我可以说过 我如果说 我要是不说实话 我对不起我们 后部这些好孩子 我不启示 我不说启示 我们子孙怎么怎么着 但是我要对得起孩子 说实话 我父亲对我三叔 可以这样说 没有我父亲 今天才加的 所有北京 所有财产 他们家住我们家几十年 我们家四年没有 那06年的时候 我记得 就说起什么了 他说我大妈病了 而且好像是贪污在床 需要的 而且保姆 经济生活来源 也遇到困难了 后来我说能不能 大时候我说 我把这房子留下 我留下的目的 第一 我大妈遇到 他就是认为 他就是买了 买了 你留谁手里买的 这个房子呢 一直他们就在卖 这个在卖的 就是什么时候呢 原来卖的时候 就是三千块钱一斤 就想把这个卖给住房子 这些人 因为都在这住 都住在那三家 想三千 三千块钱卖给他们 人家没有要 99年的时候 我伯父到北京 又到这个房子那去 完了呢 就到时候想一万块钱一斤 就卖给这住房子 就住房子 所以卖给你们一万块钱一斤 你们倒是那什么 人家也没有要 后来倒是在那什么呢 卖呢 就卖给我们一个 我就不说别的 就是朋友吧 卖给人家 是六万块钱 六万块钱也没有卖 说因为他在一直卖 后来我呢 到时候就 我也怕到时候 那什么卖不出去 到现在也是来 到一三年我来 纯粹夫妻 还是他住的 房子说 我说我跟大家说 你看咱妈现在 你跟他说的 现在生活有病了 也需要人照顾 完了生活也挺没什么的 说的 咱说如果真是生活上 在住院那什么 我说北京 这有他的那个房子 能不能让他 用他自己的钱 养活他自己 是吧 我说那房子 咱就我留下的 大爸上来 我那你就上来 上来 我说我用十二万 我说我买 我说我留下的 约定了十二万的价格之后 王桂梁 从帮助大婆 打理房屋的管理者 因为确实没有道理 这么一大堆的房子 孩子 他就把那个房子 很关心地给了 没有道理 君子还才取得到 我什么话东西 他从反正讲的就是 登记之不都是以那牛了为准吗 不是 现在又高院有新的司法解释 房子登记在谁名下 不等于就是谁 他要以实际情况为准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十二万您都记满了吗 十二万没有记满 记到两万两万的记 记了十万是吗 记了十万 记了十万 对 记了十万的时候 后来到时候那个 我姐姐就说呢 说她大妈没了 我说那大妈没了 我说我能这两万 我说 我还给你记过去吗 她说先别记了 她说先别记了 等一下 就等这 这我有点问题 对 您是说 您跟他们家人 达成了一个一致 他们家以十二万的房价 把房子卖给您 然后允许您两万两万的记 如果从零七年记的话 两万都记满的话 要到一三年 是吧 对 那是什么道理 最后两万不最限 她有一个是两万 如果有人去世了的话 交易始终还是交易 弄出我吗 因为在买房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承诺 我说姐十二万 我说我先 我这个什么 先就十二万定下来 等那个沙子口拆迁的时候 咱们再说 这是我主动说的 我再说这个意思 谁都能理解 我不理解 您给我讲 您不理解 但您是不理解 这个再说 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子要拆迁 如果觉得 要是真正说的什么 我还要再给他们着补一下 我姐男的当务 这个家我跟你说实的 我个个当家 大事我做 根本就看着说 不同就是我 我决定不会来的 我们这个决定不会来的 就是我一句话 确定是 我们这个三七七 就不可能 哪有这事 您的方案是什么 我的方案就是说 这是一个密不可宣的内容 是吗 这是一个没法承诺多少的 但是我一定 我说了 怎么没法承诺多少 那我能承诺说 我给你多少万吗 我没法承诺 当然不是 是按百分比 那个没有 那个没有说 没有我不知道当分 您说一下吧 就是 就留了这么一句小语门 就留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我在这说 我现在很想知道 它是什么 这句话 这句话我在您这说 他们没有提 我提 这句话对我是没有利的 是吧 这句话对我是没有利的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来 因为原来我说过 现在我也要承认是这么说 这个说就是这么 我说如果那拆迁了 完了回来咱们再说 我应该这个人 那个病例有差别的 从头到尾的使用 原来一开始我觉得 我们是外地人 是不是都不太公道 我们是不是 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不敢来 咱们挺公正的 人家有关系 帮我们弄一下 弄一挺寒的 看来人家挺公正的 非常公正的 我们这边 不存在什么当中 对不存在 他也都明白 我觉得现在是 现在没有 现在还没有拆迁 所以我也没法说 给您思路 通常这样的约定 具体数额是没法约定的 对对对 我们是按照百分比 百分比 比如拆迁的总数额 不管它是多少 我都拿出来 百分之二十给你 是这样的 没有 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你们 来来来来 你听我说 就是这个 等一下您要整理思路 刚才我也 他们下去之前 我也跟他们说 他们也得整理思路 因为你们等一下会合场 来 我们叫调解室 要调解 您要考虑的这部分 就是您如果说 杀死口拆迁 再说 您这个是怎么样 打算兑现 比如百分之多少 这您要考虑 好吗 好吧 王大大 就是那什么呢 就是这个 买房的过程 就是这些 航帝王宇良也表明 当初商定的12万房款 你等会 你问个这句话 就问个太好了 你说这句话 就是最关键的问题 在那个买房的时候 就订了的时候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我说12万 等将来拆迁 咱们然后再说 所以您觉得您家的房 不可能 不可能 卖给您 2004年 本京是6000块的一瓶 我43瓶里 价值了20多万 是吧 在一个我老人 是个商人 我父亲是个商人 我父亲就交给我们 亲戚不通商 通商不成亲 在王家其他子女看来 从市场价来看 当年房屋的价格 远远超越了12万这个数字 以这样的金额 作为交易 是非常蹊跷的 您只能再说 如果拆迁了 可能还会 大家一起商量一家 这是一家的 不是外面 我能够说拆迁要合适了 咱买房 就是管理这个买房 是不是一场闹剧 你说是姐姐 姐姐说不是她 是不是这房子 当时你说你买了 买了谁 谁买的 谁卖给你 价钱谁出的 你有买房 也有卖房 虽然法律意识 不是特别强 但懂得一点 就是父亲留给我们房 应该说我们 卖这个房子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一份 我们应该签字 我们都不知道 很显然 对于堂弟王月良 买卖过程的说法 王家其他兄弟俩 并不认可 而且当时 我买了这个 这个买房 我还让他 争取了弟弟件 就像刚才说的是 问那个谁都没意见 就是王一宝 没表态 好 就说既然我妈同意了 那你就两妈 两万的计 而且我在通话当中 我姐姐还跟我说 因为她这个 不是一次通话 就决定了的 也是两次三次 后来我姐姐还说 那梁子 你买了这个房外 要买亏了怎么办 我说买亏了 我说我担着 我说我认了 所以给我大妈的钱 我说我当时就该你了 你能代表我 你能代表我 我们家这是我哥 我是掌柜 不是他穿这个花 我说我 我自己不在 我哥呢 我自己嫁的 我姐姐嫁了四十年 人家 哪有让姐姐 人家我大哥 我还有二哥 人家是妈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 这个买房这件事 交易这件事 您只是跟大姐说了 对 其他的人 您没有打过招呼 您也认为 不用跟他们打招呼了 让大姐统一传达就行了 因为我大姐在家里头 那是 在我们心目当中 那是顶天立地的 那女汉子 真的 所以说到什么事 包括我伯父 在世的时候 也是有好多事 都是依靠大姐 所以我伯父没了以后 跟我大姐说完了以后 我大姐就把这事全都办了 您认为他一个人 可以代表全家 第一现场 堂弟王玉良 告诉在场嘉宾 自己买伯父的房子时 确实没有逐一告知 所有兄弟 唯独只跟大姐 王玉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显然 对于王玉良这样的言语 王家兄妹并不认可 而此时 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王家大姐 王玉芬 什么买卖协议啊 可是买房这么大的事 就是电话 就是电话说的 你们可能这个岁数啊 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岁数来说 我跟你说 我大爷给我房子的时候让我签字了吗 他为什么放着那个三个儿子两个婚姻不给 为什么等会给我 让我签字了吗 让我打收天了吗 没有 这叫什么呀 这叫信任 他信任我 我就要让我大爷信任 人家信任你 你做到了吗 你没让人家信任 那行吗 那叫什么人啊 他信任你 你要让人家信任 这是双方的这事 所以说在买房子的时候 就为了给我姐姐我大妈的这个问题 那你说你卖的房子 应该给我们儿子们说 那你推到我姐姐身 这算什么事 要什么手续 一家子要什么手续 没有 但是说那 不管法律有多钱钱 人和人都关系这个信任 不许 这是过完年的四月份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 我为这个事呢 专门和我妹妹 就和我大弟弟 我们三人又来了一趟北京 我就说 我说 我说王一良 我说 你看看这个事啊 你怎么说 卖给你了 那个 他说我知道 是我卖给你了 我就说 我说我把我妹妹叫来 我说你当着我妹妹面 你不说啊 哪年哪月 有什么形式 卖给你了 是不是 这买卖房子 有些小事 你卖和白菜 还上了价格了 对不对 他说的 不说了不说了 芬姐 以后这个事不说了 在大姐看来 王玉良将自己拉作垫背 成为了其他弟弟妹妹的打击对象 这让大姐王玉芬 白口磨变 这是05年的元月份 我母亲突然的就是因为 骨骨筋骨折 摔伤了 已经瘫痪了 王玉良每年都过年啊 打电话呀 问大妈妈 大妈妈就说 我妈可能就告了书了 说我得顾一个保抹 这么的 说他这个腿折了 王玉良啊 就跟我妈妈说 说他大妈你看 您北京有房子 您捧个金饭碗要饭吃吗 他说你看 那生活负担也重了 你别广泡啊你 他说那个 我先给您寄点钱吧 我妈呢 又觉得是 你看我们家的所有在北京的产业 都在你零下 房租金也在你那儿啊 03年 就是他还寄过几千块钱房租金 04年零金 他就问我妈妈 你一年啊 这多少钱的生活费 我妈说得要是付一点啊 有两万就行 所以他说那我每年给您寄两万 从05年开始 对从05年开始 寄了多久 5年到09 我妈妈是09年的5月2号去世 一直寄到 这个钱的名义是什么 我寄了5年 这里头是有房租租金 怎么办房租金你寄的呢 还要办买房 买房租金 就是买房租金 买房款 买房款 太轻信了 你觉得一家人 怎么会翻脸 支付着人呢 这确实是家民不信 05年代元月份吧 我母亲 鼓鼓精鼓折 就是卧床了 卧床了 这时候我妹妹一个人就照顾不了了 我们就请了一个保姆 她也听说这个事 她说大妈 别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您北京有房子 您说您这些个费用都让弟弟妹妹们出 也不合适 她说您要是用钱 我给您寄 我妈当时觉得 一个是我们房子挪到她名下了 她有收的帮租金 大姐王玉芬并没有否认 唐帝曾经给母亲寄钱 但她表示 当初正值母亲生病 唐帝寄钱时 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名义 而全家人都以为 这是管理房屋的租金 那以前这个房租不是给她的吗 是啊 给她她也寄过 但是我爸爸就觉得房租 你可以用房租为人 维护这房子 比如说维修啊什么的 剩下由她处理了 所以我们没有要过 也她03年寄过 因为01年她收回来以后 要有信心的一次维修 人家在这修理房租 所以我们就没有止痛要过 没有没有要过 我给你寄了钱你知道吗 她说我以为是你孝顺我妈的呢 我说我孝顺你妈 好 放着你们这个三个儿子 两个闺女不孝顺 你们当时这个亲妈让我孝顺 我说你说多少口呢 因为母亲当时这个房间 当时给的时候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但是没有说这是买房钱 我们就觉得房租 这就是我们含糊的地方 人家也在这打了个马后眼 所以人家15年 她一共5年 我妈从05年 我妈去世是09年 这5年每年寄2万 寄了10万块钱 她就说这就是买房钱 你们是孝顺的孩子 你们天天到妈那去呀 你们不知道妈到时候用 这就是你改的谁改的 那你说卖房款我妈的死了 我们不要 她在这儿就是说什么 我跟她说 我说你无非是觉得 这房子已经在我名下了 你拿了多少年 挣了多少年的房租 不让我这个姐姐当着遮羞布 替你掩盖掩盖 她说呢 我说假如说 退一步说 这个房子 当年爸爸没有 送到你名下 你照这种的圈 你给我妈妈寄点钱 这房子我们会 转给你名下吗 会做到吗 她说姐 你就抓住我的软肋了 这就是我的软肋 那我就想问您了 从09年一直到16年 这是7年的时间 您也没有提要让她卖房子 然后也不要租金 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觉得 当时人家垫付钱了 那个十万 肯定不仅租金是不够的 所以后来人家的租金 我们再没有过问 现在那房子 你还在我家里的刷 对 我说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从09年 刚才您刚叙述完 从09年到16年 这是7年的时间 你们既没有 让她把这个房子卖掉 也没有让她给你寄租金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这房子怎么的了 我们的想法是等着拆迁 14年 14年我来的时候 我还来了一次北京 当时我弟弟跟我说 有信拆 因为我大弟弟 他们家就在益庄 他儿子在益庄 我小弟 您等拆迁是吗 对 如果是您每年寄的两万块钱 您就认为是 包家买的房子 无论怎么还钱 怎么还 对 就是 他们再来 19年 16年 或年 这房租 没要他的费用力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一点 有让他给了 这个是 我们一共来了五次北京 前三次 他就说买了 上一次 就是上个月 10号 我们来了 他不提买了 我小弟弟 和我大弟来 给他确定了 说王娘 你说咱现在 虽然是这样 但是咱确定一下 就说 这个是不是爸爸说的 让咱们六个人一人一辈 这个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 他说您要拼良心 您要讲良心的话 咱这事就好办 所以我的理解 就按照大姐介绍的整个情况 我觉得我的理解一句话 按照您说的 如果真的您说的都是真相的话 这其实是一笔良心战事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 他后来 最后上个月的 10号 我们来以后 我又跟他做了一次长谈 我说的是 我说你既然承认 爸爸当时 就让咱们六个人一人一份 你能不能给我写一个东西 他说不用写 快拆迁了 什么时候拆了 拆迁完了 把钱拿回来 咱们定个几个商 再商量 怎么分 这是我姐姐 把我遭得太苦 真的 你怎么能这么遭到我 真实 我问一下 你没事 你说一下 我看 我这有一份 2016年4月22号的一份证明 证明的内容 就是你那八平米那门道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 这是 去年就是 我妹妹和我大弟弟 到北京来 她说她买了 所以我和我妹妹 就到北京来了 就是今年的4月22号 我们到北京来了 她说我买沙子烤的 那么我说高家债门道这八平米 是我爸爸去世以后 我妈妈给你的 我给你办的手续 这个 她说这个没问题 是你们的 我说当时我们对你特别的信任 就觉得一家人 我就没让你写什么东西 你觉得现在应该给我补写的东西吗 她说可以 这个是你们的 没有争议 所以她就给我写了一个东西 签字按手要 她说这个所有权都是我们的 无论是卖也好 拆也好 还钱也好 这是我跟我伯父 忠小仁义的一世情 就让他们这么给砍撞了 王玉芬回忆道 当一家人第二次来到北京 找堂弟要房时 堂弟就曾经针对高家债的 八平方米门道 写过一份协议 而提及崇文区的三间房屋时 有过前车之间的王家兄妹 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她说别说了 什么也别说了 她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 等房子拆迁了 钱回来了 咱们再商量 她说你现在说 等一百说呀 也没钱怎么分呢 可是我跟她说 我说的 王玉良 现在我们不信任你了 她就在托辞 所以我说你现在连个空口的 空口的 这么个承诺都不给 钱回来了 进了你的口袋 你会掏吗 我不信任你 在2001年6月1号 做了那两份公证 一份是那八平米的 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公证 博夫当时还是在世 你在2016年4月22号 写了一个证明 证明的内容呢 说这八平米 还是属于这个王玉玲 王玉玲 王玉三 王宝 四人所有 那你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呢 写了证明的 这个呀 这个声明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 是在去15年的 11月16号 我那弟弟跟妹妹到北京来 完了质问我 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恐吓 微微 谩骂 就给我来了好多这样的电话 一直到他们电话里头说 完了到时候在这个 在他们来人在供着折腾 才形成了这么一个声明 我这还有一个 未欠字的声明 你们看看他拿不拿我当人 我现在我想把这交给你 这就是两份 都是一样的内容 你少主段的 你少什么主段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声明书 这个声明书和另外的一份声明书 非常的相近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一个内容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北京户口 而且工作地点都在山西的临粉 我二伯为了房屋管理方便 便将房屋以赠予方式登记到我名下 但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 仍是我二伯及其子女 我在此声明 北京市 这个桃阳路的这个房子 三间房 实际的所有人为我的二 为我的伯父 王 其子女 一二三四 我只是代为管理 该房屋销售后 先支付我前期投资十万元 然后是维修费 及诉讼费多少多少 剩余款项共分六份 我和一二三四五 各得一份 该房屋的另外 该房屋的租金收益归我所有 然后您刚才给我这个账 您说他们不把你当人看 但是我觉得 这里面说的内容 和您刚才叙述的内容 以及您大姐叙述的内容 是一致的 怎么就不当您是人 这个东西应该是 你跟我协商 和我来协 你给我协商 你给我协商 让我签字 你拿我当杨白劳吗 有你这么协商吗 等会 我一谢谢他 其实 我这几次 我能想让我姐姐去给他 写个东西 我先不管他是由谁提供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 和您刚才叙述的 你们房子的这个始末 以及您大姐说的 因为我首先听您和您大姐说的 整个这个事件的来由和过程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差别大了 只是对那个钱的定义 你们只是对那个十万块钱 它是什么样的内容的那个钱 那个定义是有差别的 从头到尾的始末没有差别 跟这张纸上写的内容没有差别 所以您对这张纸上的内容 有什么不满意 何志宇要提到是人还是不是人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十万块钱我交了买了 所以说就没有说你要回来了 那个是你的 我该给你签这个钱 你要回来了 但是这个是我买了 所以你就不能再要了 发生变化了 这就不 我买了以后 从我交了这钱以后 那就不是我活付的了 就变了 所以说到时候你就不应该去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在您认为从03年 从07年到13年 您买这个房子的过程 之前那个房子其实是归他们的 对吗 我没有自己听您说去 我说的是在07年 您认为买房子的过程 从0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3年应该 对吧 在07年之前的房子不是归您的 是归他们的 是吧 对 大家都听见了 让人意外的是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的堂弟王玉良 对于2016年4月所签署的 归还高家债房屋的 八平方米过道仪式 也要推翻 对于王玉良前后种种的变化 其他兄弟姐妹很是伤心难过 我一分钱都不给他 我给他们多少钱 我都说我什么样 告诉你 王玉良 我是我们家的老大 我是张子 什么事我说都算 你就是侵占我们家遗产 太轻信了 就觉得一家人 亲堂弟 我爸爸的亲侄子 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呢 对 我就改变了 我一分钱都不给他 我给他们多少钱 我也债不掉 我这个被侵占 我侵占人家遗产的这个毛 您这个买房是从07年开始 您认为你们达成了一个协议 是说两年两年的给 12万的话就是六年的时间 从07年开始要到03年 然后您最后剩了一个两万没有回 对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按照你们当时的那个说法 最后两万没回 这个其实是没有兑现的 这个交易没有兑现 这个呢就是什么呀 他说先别记了 那我就等拆迁以后 我就想一块 别人这钱一块就都结了 就都记去了 因为这是一家的 没有别的任何的手续 你觉得要是买房款 那我妈妈都去世了 买房款 那你无限制都别记了 我问您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最后有两万块钱没记 是不是交易计算没兑现 他也不是说定了13年 因为我伯母去世 我不是他什么时候去世 是吧 我就两年两年 就两万两万这么记 当时你们的约定是一年计两万 你伯母去世不去世 他跟这交易无关 没有说我要买一房 如果我伯母死了 这钱我就不再给了 没有这样的约定 没有没有 是他不让我记了 是我伯母去世以后 我没有问是因为什么 我说的是 你约定的是07年到13年之间 这个钱应该会完 而您没有会完 是不是我可以认为 这个交易它没有兑现 没有完这倒是 它兑现不对劲 我为什么 因为没有完 因为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记 因为我姐姐说先别记了 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我就没记 你要是买房 那你的余款 七年了 你依然不记 不记嘛 我都不要 我们家人都傻子 对 就地话 老婆都让驴吃 剔了 我们就是猪子 这样子 这不说呢 面对堂弟态度的转变 大姐感到自己似乎被人利用了 然而如今的她 有苦难言 百口莫辩 很是被动 我一分钱都不给了 这个房子 不是咱们共同正下 是爸爸的血汗留下的 那爸爸有医言 叫他管理 姐 你跟我说说玩 百费 为什么把房子突然间就给我了 我来告诉你 你大费当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 您刚才自己介绍的资料 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 您说 70年的时候 我复原了 我开始接手这件事 接手的原因是因为您认为父亲乌弄 但是伯父做事精明强干 然后您认为父亲在管理他们房屋的时候 收房租困难 所以其实是受了些委屈的 这都是当时您的想法 对 于是我觉得延伸到后来 你伯父在01年的时候 毅然决然的就决定把这个事情交给您来做 有这么几部分原因 第一 他没有把房子购户给他的弟弟 他购户给了你 他弟弟从五几年他离开 一直替他管这房子 他都没有想到要过户的事情 我认为其实 你的二白 就是他也觉得 他跟你可能有同样的想法 就觉得 哎呀这个弟弟可能老实的接 但是在您接手了以后 我觉得你二白把这个房子 彻底的交给你来做 甚至让你做一部分主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满意您整个管理的过程 他认为您确实比您父亲能干 所以他把这个房子 放心的交给您来管 这就是刚才您给我的答案 您不要问 您刚才跟我说了 07年以前 你不认为这房子是你的 你认为你开始从07年买这个房子 在07年以后 这房子才归您 在那之前 您都是带大伯 二伯父这一家来管理这个房子 原由是什么 我相信70年 您毫不犹豫地 替您爸爸做这件事 是因为在您家一脉相承的 你父亲的这一只 一直受他父亲的这一只的照料 老是觉得在情感上有点卑微 至少您父亲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 就是您的二伯父 如果没有对您的家 手拿把钻的那种把握 他不会轻易把房子给你过户的 他绝没有料到你今天会这样 明白我的意思吗 要不说不通 您家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那样的前因 它不会演变成现在的这种后果 因为确实没有道理 这么一大堆的房子孩子 他就把那个房子很不愣地给了 我如果要请占你们家的遗产 那就等于是挖分局部 你要杀头的罪 我现在给你多少 我都要请占遗产 我这个帽子摘不掉 所以我为什么我要上这来 那就是要讲理讲情来讲法 如果你要是不讲理不讲情 说到咱们要光讲法 那咱就直接上法院了 姐姐 我对你们家没有一丝一毫的 倒是不对 姐姐 我当时正过年 我来维修这房子 我找你要过一身钱 也许是心理专家 一语道破玄机 也许事实 郑重了王雨良的软肋 越说越激动的他 越发情绪失控 为了更好地解决王家矛盾 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 召开会议 录的这些东西也能当证据 他自己承认过的 07年以前是归对方所有的 可以 独立的产权 你没看两个产权证吗 一个是8平米那锅道 一个是那43平米多 就那三间房 他那是一个独立的产权证 我觉得咱们可以给他勾兑一下 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 就是让他把那8平米的给人过回去 让人家爱怎么分怎么分 然后这边一家一半 他们同意的 主动方是说是这边他认可让出50% 那个人去问那个人 主要是去问那个人 三间房他一点都不打算 但是跟他说没戏 他自己亲口承认 他到法院都没戏 二分之一 由于高加债 房产的过道和房屋是独立的产权 嘉宾试图说服王玉良 将8平米的过道 归还给其他子女 从而让双方获得完整的房产利益 在调解嘉宾准备来到第三现场 与堂弟进行沟通时 他提出的要求 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王玉良 王先生这边呢 他是同意 他也认可那8平米呢 就是属于你们的 他说可以还给你们 但是他现在要付条件 付条件什么呢 他认为因为这房子落到了他名下 他单位没有给他分房 导致了他一个房产的损失 他说你们得赔他 赔偿他一个两居室 还有王先生有两个妹夫 是吧 也每个人也是要求赔偿 他是要求付这个条件 那个三间房呢 他认为他已经买下来了 你妹夫要求赔偿什么原因 理由是什么呀 妹夫要求赔偿 在04年这个是几号 16号我写的那个东西了 14号我写的那个东西了 就是说把这个房子给他们 我就没有条件 就是按我写的那个 就是因为我不管他有什么原因 停止 停止了 我现在要跟你取之有道了 按君子啊 君子所为是我的 行明想我就给你了 但是我要在里头取之有道了 我现在面临着拆迁 这个搭平米 我可以叫要两居室 而且这边有他两个地方 还得有他两个解剖一份了 还得有两个解剖一份 谁解剖一份 那他有两个妹夫 我的两个妹夫 因为他也过了 这八天米当中 还得有你的两个妹夫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你妹夫要求赔偿是什么原因 因为在过没过的几天 五月份 我弟弟给我来了一封信 就是这个 跟我来了一封信 他给我写着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是我们家的 我们要征回来 说不是我们家的 我一分不叫 那好 我感谢我这个弟弟 他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我 那我现在就要按照他说的话 来解决我这个问题 你替我说了半句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理 我喜欢这种话 还有一句话叫做 受人之和忠人之士 唐帝王玉良表示 自己可以归还高家债的过道 但是在他看来 正是因为自己 常年帮助打理房屋 占用了自己在单位 额外获得房屋的名额 导致自己丧失了 获得更多房屋的机会 因此他提出了赔偿的主张 但显然 这已有些过分的要求 让调解嘉宾都难以接受 我一分天都不得了 我给他们多少钱 我也债不了 这会起来的 您有两个房产证 但是现在我们法院 出台了一新的规定 是吧 因为现在啊 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 也告一有这个解释 房子登记在谁名下 不等于就是谁的 它要以实际情况为准 你比如说你们今天在这个 整个过程当中 双方认可的这个事实 除非你再有相反的 证据能够证明 你之前说的是不正确的 否则有一天 你们发生争议 真到法院了 法院也会充分考虑 你们今天所有 你们所有当事人的一个表述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 咱们经过法律 咱们没经过法律 咱们是协商的 你当时咱们没有法律 你现在没有法律 那你到时候说的 那行吧 01年做公正 02年过户的时候呢 这是委托这个 王玉良先生来管理 在2007年之前 房子呢 还是属于大国的 他们家的财产 你们呢 一定要清楚这么一个法律点 因为在2001年的年底 也就是你大国去世之后 在2007年 即使你所陈述的 有这个买房的行为 那即使这事实存在 也成立的情况下 那么你大妈 自有权利处分 属于她的份额 关于你大国的这份额呢 她是没有权利处分的 因为从01年的年底 就已经发生了继承 那么继承 真正有继承权的呢 是属于这个 她的五个子女 你作为子子这一方呢 因为大国没有留下遗嘱 你是没有继承权的 第二个问题呢 也就说是这个八平米 你们在这个 你一再表述 当时也是委托你管理 那么在这个管理之后呢 你们没有任何买卖的行为 在2016年的4月22号 你写的证明 也充分的表明 这个房子呢 也是属于你大国 他的五个子女所有 你们要清楚这些法律点 律师表示 按照继承的原则 事实上 在大国过世后 生病期间的大妈 处分的房产 实际上 一部分是无权处分 在此之前 应当已经发生了一次继承 尽管王玉良手中 握有房屋的产权证 但若是按照 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王家的其他子女 能够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并不代表王玉良 就能够胜券在握了 要约和承诺 但是现在 一切都改变了 今天你们终于有机会 听到整个事情的始末 以及他人的想法 你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财富 它不单是一个福气 它同样是个责任 任何事情 都存在三个版本 你的版本 我的版本 事实的版本 在经历了一场 没有任何书面约定的 良心赠语 与买卖之后 曾经亲情至上的大家庭 如今 却背离了轨道 在这场看似 本不该发生的纠葛中